比比你又怎样看这些资源股 现在有货的继续持续持续 还是不是其实都可能要获定利益 那如果没有货现在追是不是风险 你怎样看这个风险 好 这个要慢慢讲 首先你的申报就是 除了那两桶有之外 在资源股里面 近期我们没有什么帮大家赚到钱的 这个都要承认的 但是原因是什么呢 我也有讲水泥 我有讲钢 有讲金 有讲油等等的 但是不算很急进地推介 主要原因有几个 第一就是本身资源的价格 是可以波动得很大 因为始终之前都期货 那特别可能是铝、油 可能跟地缘政治有关 打多久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前景不是看得那么明确 第二就是很多时候 资源价格升了 但是同时间股票价格都升了 大家知道我性格了 升了买不买 当然不买 所以就有机会会错失了那个升幅 但是我自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压力 当然每个人的心理不同 我都说过多次就是 如果有些东西我没有买 它升到爆炒 我都完全没有压力 最重要的是我买了那些 还有我打算买那些 表现是怎样的 所以这件事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如果不是的话 你一天总有十个八个股份是升三五七成的 如果你说一有股份 早知道我昨天买了 我昨天都想过了 那你很痛苦的 那就不是快乐投资了 所以没有买而升了 不要紧 那你记住 我读经济的就是 你当时是根据最多的资讯 做了一个最好的决定的 所以从来都不需要后悔的 好了回来了 但是我会同意 今年资源类别的股份是有得炒的 那我最熟悉的会是有 等着可能讲多一点 好了 为什么呢 两个原因 第一今年也是通胀年 第二 地缘政治 环球也有很多的风险 所以似乎那些资源价格 是会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此其一 第二 是关于资金流行的事 这一部分 我觉得市场少说了 很简单 大家将心避忍 问自己就可以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构成这个市场的一部分 因为当然 对于科技股的增长型股份的话 大家知道 市况反复 大息上升 都不利的 所以就算你说 我要捞底买腾讯 有的 你不会买得多的 你都是分住去买的 但是你说 会不会全部资金买完内银 那有些人真的近一点 他又觉得很慢 但是有些 所以是会有部分的资金 投资了出来 以往就炒生物制药 炒科技股 炒增长股 现在他会炒什么呢 他又不会转买内银 又不会转买内险的 那资源股就最好炒了 而且近这半年炒也都可以赢的 所以我觉得 除了本身的基本因素之外 其实资金流向 都是利好相关的股份 我会来 看 这些人 有什么 这些人 在这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